现在要学习的这个东西呢 非常有意思 就是SalaLume和PhantomGS 那么首先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个 SalaLume它怎么读对吧 SalaLume对吧 然后后面这个是PhantomGS对吧 就是PhantomGS 知道它怎么读之后呢 还需要知道这两个都是什么东西 SalaLume它是一个Web自动化测试工具 所以大家知道了 它并不是专门用来帮助我们写法筒的对吧 它说那进行Web自动化测试的 它可以干什么呢 它可以控制浏览器 那控制浏览器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让浏览器接受指令 让浏览器比如说加载一个页面 或者说是点一毛一个按钮 或者前进后退等等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还可以进行这个页面的截屏 因为截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浏览器里面 给浏览器当前在请的的时候 做一个截屏 截个屏幕截个屏下来 这个应该非常好理解吧 就把这块截下来吧 保存个图片 但是这里会有个问题 Standem它并不是能够控制 我们常见的这些 比如说IE Firefox或者Chrome 而它只能控制一些 比较特殊浏览器 比如说Fontum GS Fontum GS它是一个 无界面浏览器 什么叫无界面浏览器呢 界面 比如说当前我们打开个PPT 它就是一个界面 对不对 我们打开浏览器 浏览器我们能看到它 这是不是就是界面 那无界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不见 那看不见它在哪呢 它在内存里面 那内存里面我们怎么知道 浏览器当前请求到什么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页面截片的看见对吧 给浏览器截个屏 保存图片的本地 我们是不是就看到了呀 所以说呢 Fontum GS是这种浏览器 它和正常浏览器一样 它会执行 请求GS 执行GS 然后把它加载到内存里面去执行它 然后浏览浏览器页面呢 就是和浏览浏览器里面 看到的页面是一样的 那三个例目可以 除了控制Fontum GS这种浏览器之外呢 也是可以控制 比如说IE 火狐 谷歌浏览器的 但它控制的这个 IE火狐谷歌浏览器呢 并不是我们用的 这种谷歌 IE或者火狐 而专门需要从 对应位置去下载的 专门的浏览器 它才能够被Standleum去控制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讲 在哪个地方去下载 这个Fontum GS或者对应的火狐 以及如何安装它们 那么现在在我电脑上 我已经装好了 所以下面呢 我们先来学习 怎么用它 那么 Standleum呢 首先大家通过刚刚的描述 会发现 Standleum它是一个 外部通话词的工具 对吧 它是一个模块 那是一个模块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 Python install去安装它 对吧 那么Python install的时候呢 又需要注意 我们要用 环境下的Python 对吧 比如Python3还是Python2 我们得确定好 都是Python3的Python 还是Python2的Python 那么Fontum GS呢 它是一个软件 你用方向手机软器 对吧 那就是这个软件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 像是装软件一样 去装它 对不对 那么Standleum呢 它提供了一个 叫做Webdriver 这样一个内 这个内呢 它就能够调用 我们安装在我们本地的 Fontum GS或者Chrome driver 那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拿着它 去放动请求了 那比如说在这里呢 我们先来试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然后01叫TryCyernium 然后我们fromCyernium inputWebdriver 这是导包对不对 那导包之后呢 我们能够使用Webdriver 去调用 调用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候选项 比如说Chrome Fontum GS Android BlankBerry Edge Firefox Ie Opera 这些软件都是可以调的 那当然呢 并不是我们这套用的 软件软件软件 还是需要额外安装的 那如果说这套软件软件 有Chrome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它 调用它之后呢 相当于 我们就能够得到 一个软件软件 这个软件软件 我们把它定为Driver DRIV2 那个driver呢 可以理解为一个浏览器 这是实力化 一个浏览器 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浏览器 我们可以发送请求了 对不对 那就是发送请求 怎么发呢 非常简单 Driver.get get就可以发送一个请求了 那比如说 我们让它请求一下 百度HTTP 当然 UR4路串 HTTP 那请求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象 那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01 大家看到 是不是就弹出了一个浏览器 出来的呀 那我们刚刚讲 这个 这样一个Fontum GS 它是一个无界面的浏览器 对不对 那此时此刻 我们用的这样是一个Chrome 是一个谷歌的浏览器 对吧 这叫我们不是Fontum GS 而是Chrome 对吧 那Chrome呢 它是一个有界面的 它在桌面环境下 它是能够弹出来 这种窗口了 那么在浏览器环境下呢 它浏览器是不是没有桌面呀 所以它是弹不出来的 你解吗 因为我们在用的是桌面环境 所以Chrome能弹出来 那当然呢 如果大家要用 Fontum GS的话呢 就这个样子 我们改成Fontum GS就好了 改了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请求 请求的时候呢 大家是不会看到任何现象的 为什么呀 因为它是无界面的 对不对 大家看到 程序执行完了 没有任何现象 因为它是在内存里面的 所以是没有现象的 那么刚刚呢 我们还是换成Chrome 因为Chrome呢 大家可以看见这样一个窗口 所以大家能看到一些效果 大家刚刚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当我执行完这个程序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我们程序结束了 但是这个流暗器呢 它并没有退出 有发现吗 程序是不是结束了呀 这个流暗器正是没有退出 对吧 那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带来一个影响就是 当我们执行程序好多边的时候呢 它都会占用我们内存 每个流暗器有占用内存 比如说我刚刚呢 其中方向GS也是一样 在内存里面 要是就没有退出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内存里面会占一些资源 那当我们程序启动非常多边的时候呢 资源也会占得越来越多 所以下面我们要学的是 如何退出对吧 那退出流暗器怎么退出呢 就也是非常简单 有个方法 就是driver quit quit就可以退出了 放弃的意思对吧 就可以退出了 那么效果呢 我们当它启动完这个页面之后 它就立马会执行这一步 对吧 这个速度可能会非常快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说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启动了百度之后呢 我们经常用百度干什么呀 是不是搜东西呀 那搜东西我们是怎么搜的呀 还有影响吗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打开一个百度的页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些内容呢 比如输入传承播客 然后点一下百度一下这个按钮 它是不是就可以在百度里面搜传承播客了呀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想要通过程序 来做这个事情 通过3216来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3216应该要怎么做呀 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地方输入内容呀 怎么样才能在这收入内容呀 可能大家觉得 不就是按一下就能输入了吗 对不对 但这个程序 它怎么知道按哪 它按这 还按这 还按这 它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最开始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找到这样一个input的窗口 对不对 那找这个input的窗口 怎么找呢 这个input的窗口 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吗 我们去看一下 使用选择工具 选择一下它 大家看到 这个input 它有很多的 有个id对吧 叫kw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在它请求完一个地址之后 那么driver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些定位的方法 元素 定位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driver.findElement 大家看到 这里什么byxbus byid 对不对 byclassname 都有的 我们现在来 先来说一下 findElement byid 它非常简单 我们输入id就好了 这里是su 对不对 寫了kw 然后呢 找到元素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在里面输入内容了呀 那输入内容怎么输入呢 我们可以调用一个方法 叫send case 这个方法 send case 就是往一个input标签里面 输入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 前面如果这个地方 我们定位的是一个a标签 它能够送的case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 除非我们定位到 是一个input标签 才能输入内容 对吧 然后输入怎么输呢 直接放东西进去 比如说我们需要sqlpy pessence pessence 扫到这就完事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由于这个地方 这个程序这一行执行完 立马就会退出 为了让大家看看这些现象 我们可以让程序呢 强制在退出之前呢 睡几秒 比如说我们已经拨了一下time 在这个地方time.slip3 睡三秒钟再退出 对吧 重新执行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输入pessence 看见没 让程序推出了 就这个样子 但是刚刚呢 我们还没有点 摆兜一下这个按钮 对不对 那摆兜一下这个按钮 我们要让程序点 它是不是和输入内容 在这个input标签里面 是一样的呀 是不是也得先找到呀 找到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个ID对SU 对不对 所以和刚刚方法一样 也是driver的 find element by su by id 然后呢 把SU传进去 那这时候呢 我们找到这个元素 是不是还得点一下它呀 那点的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click这个方法 就点了 click这个方法 我们就能点击 我们再看一下 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有看到点击的效果吗 有看到吗 估计没有看见的吧 为什么没有呢 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 但是大家也没有意识到 当我们这里输入Python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点 这下面会有这样一堆候选项 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只我们点了之后 这个候选项才没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候选项没了呀 结果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里还带一个广告 对吧 需要插一个广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 我们如果使用 Fontum GS的话呢 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再定义10号J 我把上面注入起来 Fontum GS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不管它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其实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对不对 那为了让大家看一下东西 我们就要做什么呀 就要做页面截屏呀 那截屏该怎么截呢 非常简单 我们再写一下 进行页面截屏 截屏的方法呢 就是driver.savescreenshot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大家看一下 我们需要这里面传一个什么呀 把这个截的图片 保存在什么位置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保存在当前目楼下的 百度.png里面 那再来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一直没有任何现象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百度.png 是否出来没有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呀 这不在这有了呀 然后这个地方呢 估计程序已经退出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现象 我们再点一下百度.png 大家发现 是不是就这么一小块 为所的内容呀 是不是非常为所呀 大小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希望了这个图片分子 更大一些 那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下 这个窗口的大小呀 这窗口大小 我们知道 它是这个浏览器来设置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driver 进行设置 对不对 那driver是怎么设置呢 我们在实力化一个driver之后呢 我们可以立马对他进行设置窗口大小 比如我们写一下 设置 窗口大小 窗口大小 窗口大小呢 也是这样的driver.set window size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可以传入它的宽根高 就19201080 我们再来重新跑一遍 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来看一下 是不是变大了呀 是不是相比于刚刚 是不是大了很多呀 就这个样子哈 这是窗口大小 出的效果 那很多时候呢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方法不好使 那怎么办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最大化窗口 最大化相当于我们讲到 我们的那个软件的 最大化那个按钮 对不对 最大化窗口 那就是driver的另外一个方法 第二 maximize window 最大化窗口 就掉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重新跑一遍 然后呢结果来 和前面的稍微小一些 因为在这个里面 最大化窗口是 那个1377乘以6 乘以7多少的那个分辨率的 所以比较分辨率要小一些 这个理解吧 这个是关于窗口事的这一块 那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拿这样一个东西 做什么呀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套东西 就要进行这样一套操作 可以干什么呀 是不是可以登录呀 是不是可以登录呀 来想一下 我们之前的那个 人人网登录 我们说那个 那个登录结合 有些参数通过 基约的生成的对不对 那基约的生成是不是非常不容易找呀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直接使用这样一个 366来做这个事情 366来进行登录 比如说我们在 用户名那个窗口输入 用户名 密码窗口输入密码 然后点一下登录那个按钮 是不是登录成功了呀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 登录 我们是为了干什么呀 登录之后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为了去获取Cookie呀 登录之后的Cookie对不对 因为后面之后的请求 我们拿着这个Cookie就可以做了个事情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使用 follow me.js 或者也好 Chrome也好 那进行请到这个地址 或者进行登录 如何获取Cookie呢 对吧 那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 driver 获取Cookie 这个获取的Cookie 肯定就是对方服务器 设置在017本的Cookie的 对不对 那方法也非常简单 叫driver点 给它Cookie 这个方法 给它Cookie 能够获取当前这个drama里面 全部的所有的Cookie 那我们用Cookie 来接收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打印一下这个Cookie 跑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类型啊 这是列表 对不对 列表里面都是什么呀 字典对不对 那每个字典又是什么呢 每个字典又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个字典 能看出来吗 这是不是就是一条Cookie啊 能看出来吗 这Cookie的domain 过去时间 还有什么name pass 还有value 对不对 这些数据在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说过了 如果说我们通过 三六母就登录了 然后拿到了Cookie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交给request 文化去用呀 那request文化 是不是可以接受字典型的Cookie啊 字典型的Cookie里面 都是Cookie的什么呀 name的值和value的值 对不对 这样一个建立对 那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列表 那边里面都是一个一个字典 我们想把这样一个列表 转化成一个request 能用的这样一个 Cookie的一个字典 该怎么转化呀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包含有一个一个Cookie字典的一个列表 我们想要把它转化成一个大字典 大字典里面只有name跟value 对那建立对 该怎么做呀 字典推导师对不对 是不是字典推导师呀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 在print一张西红花 让大家区分一下上面和下面的内容 然后这里呢 然后我们再用cookies 等于什么呢 字典推导师 那字典推导师就是mary前面跟mary后面对 for i in cookies 对不对 然后i呢 我们前面就放它name对于的值 那name对于是怎么取呢 就是name就好了 那后面放value对于的值 然后后面放values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我们在这里print一下cookies 然后跑一下成绩看一下结果 写错了哈 value哈 不是values 这地方是不是value呀 并不是values哈 写那地方有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所有结果呢 是在当前这个页面全部请求 完了之后才会出来的 对不对 当前这个页面完全加载完了之后才会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速度是不是非常慢呀 这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了 萨利姆兰它的效率的问题 它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它要请求一个页面的 得发送很多次请求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呀 为什么这个样子呀 它在请求一个页面的时候 是不是除了当前这个URG要请求之外 还要请求什么cs 还是gs 图片是不是都会请求呀 它可能一个URG 浏览器会主动的再去 偶尔发送好几百个请求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效率 肯定是要比我们request的效率 要低很多的 能理解吗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刚刚它 它把这样一个列表形成的cookie 转换成这样一个字典形成的cookie 你理解对不对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呢 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cookie 那么有了一个driver 它请求了一个百度地址 对不对 那请求完百度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获取一下 它请求到百度这个页面的 对应的响应 对应的页面的这样一个字符串呢 对不对 就页面的内容的字符串 是不是也可以获取到呀 那这个怎么获取呢 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 因为它获取到这个字符串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交给 前面学习的 lfsml模块去处理啊 处理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能够得到 对应的element对象 使用它去从中提取数据啊 这次都是有的吗 我们三里面 只用复杂方请求 那么提取数据呢 我们可以交给lfsml模块去处理 对吧 然后就提取了 使用之前学的chapas方法 那driver呢 就是获取html字符串 这个方法呢 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driver的page source 那这个是属性还是方法呀 这个driver的page source 是driver的属性还是方法呀 属性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名词对吧 然后重新跑一下 评论看一下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内容 大家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内容是当前u2字对着响应呢 还是element的内容呀 element的内容对不对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它自己就是流览器 它已经把gssize全部请求过了 对不对 gs也执行了 所以此时此刻这个地方获取的page source 它是什么呀 这是浏览器中element的内容 那所以说明什么呢 我们后续如果要对它进行chapas的处理 从中提取数据的时候 这chapas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element来写呀 是不是 因为它已经是gs执行之后的结果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对吧 那么对于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也把它放到了我们这样一个 课件上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刚呢我们说了 from salim import web driver 对不对 然后web driver的fandomgs 能够实力化这样一个driver 然后呢实力化之后呢 我们就相当于得到一个浏览器 能够对它进行方向请求 get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我们使用fandomgs的时候 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 使用savescreenshot 然后在本地的截个图 截图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能够观察到 当前浏览器正在起求什么地址 对吧 然后呢对定位这一块 我们用到find element by id 那么这里呢 大家还需要知道的是 这个find element 这个element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一个元素呀 所谓的元素 我们之前一直说element 它其实到底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一个页面上的一个标签呀 比如说我们kw传进去 获取到的id为kw这样一个标签 对不对 su传进去也是一样的 一个imput的标签 然后它有一些send case click这两个方法 这种方法呢 我们会经常去用它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呢 查看起留信息 比如说pages source 我们知道了 它或许其实是 当前前面这个get的uil 对应的element的内容 就是响应的内容 响应的自不穿 那此时此刻 由于driver就是这个标签器 所以它获取的内容呢 是和element的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那get的cookies呢 能够获取到当前访问 对应的这个标签器 保存在我们本的cookies 对吧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叫做currentUil currentUil地址是什么意思呢 当前的uil地址 对不对 那什么叫当前的uil地址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最开始我们请求百度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 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把它注册起来 我们在这里print一下 driver的currentUil 这currentUil是什么呀 currentUil是什么呀 是百度点come呢 还是click之后的UR地址呀 click之后了对不对 因为当时在点click之后呢 它是不是跳转了呀 所以currentUil呢 就变成了click之后的UR地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会输入内容 怎么办呢 好 这个地方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么一档一串 肯定不会是什么呀 是不是不会是我们的百度那个戒指呀 这里wt等于python 是不是就是它发送 请求之后 跳转之后的UR地址呀 大家可以发现 然后还退出 刚刚我们也讲了 在这个地方 driver的quit推动战器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driver close driver close是干什么呢 就退出当前页面 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个转战器 它能打开多个窗口了 临界吧 打开这个窗口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 当前这个窗口地方 就要用driver close 相当于点到这个叉叉 把当前这个页面给关了 如果它最终就是一个页面 我们还掉用driver close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相当于 就是退出转战器了呀 当我们再关闭当前窗口 是不是退出转战器了呀 那只有一个窗口的时候 这个样子啊 其实它们两个稍微有些区别 大家知道这个方法就给了 我们经常用它 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的 这是什么呢 刚刚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 360方向GS的这样一个入门的使用 这个地方大家有问题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